接纳 接纳如其所事 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碰到什么样的人 既然跟你碰上了 你就接纳 你逃也逃不了 那你碰到这样的事了 你说你出了车祸了 你就是接纳要去处理 所以叫做接纳如其所事 也就是说我们随时都要 匡正我们自己的知见 就是你认为的 大家不一定都要同意你这个样子 你有这样的知见 你如果一直有这个知见就是错的 那所以呢你就知道 就是说有问题 不会是别人有问题 谁有问题呢 我有问题 是我的知见有问题 好 我们来看他怎么说 我接纳任何事情的发生 所以你今天是女人 女人就女人了呗 接不接受啊 接受吧 去变性的结果 你看有多惨 对不对 所以你发生了 既然已经发生了 对不对啊 那你就接纳 再过来我接纳 事情是如此的开始 如此的发展 如此的结局 就是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它是这样的发生 然后呢就变成那样 然后最后呢 变成那样 你要不要 他说如此的结局 因为我知道呢 所有的事情 都是因缘合合 极其美梦 都是因缘合合 然后这个缘成熟了 就出现了 一切的发生 都是有因有缘 事件起 没有一件事情是突如其来的 有时候我们不是讲什么 其来有志 其来有志听过吧 都有原因的啦 那当然原因是在 过去的原因吗 不一定 就是原因一定是 现在这些条件 正好碰在一起 所以就出现 所以所谓条件 这个有因有缘 急事件 是在指的什么时候呢 是呢 是现在的 现在是 你不要一直讲说 都是我过去怎么样 他过去怎么样 过去只是 可能的因素 一些因素之一 但是呢 他不必然都这样 所以我们 不赞成宿命论 就是这意思 很多讲说 哎呀我今天会这样 都是我过去 施的 手造的 变成这样 所以我没有话说 这叫做宿命论 这不是佛教 佛教说因缘论 缘生论 这次都是因缘 但是所谓因缘是什么 是条件 在这个时候 这个当下 记住了 就显现出来 所以你关心的是现在 所以他 他说 如果我觉得 是另外一种可能 伤害的只是自己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接纳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你没有其他选择 就是接纳他 面对他 处理他 然后呢 放下他 所以你没有其他选择 你如果一定要 选择去对抗他 伤害的是谁 自己 自己一定受伤害的 那你一定要去 一定要跟他过不去 是你 受伤的是你 不会是别人 所以他就这样告诉你 那再过来就是 他说 我接纳别人 如他所示 别人做一些事情 对你 对你做一些事情 我 我没有条件 我接纳 我接纳他会这样子 他一定有他的想法 有他的 这个 看法 有他 所以他才会这样做 对不对 别人对你这样 他一定有他的想法 看法 他才会去这样做 对不对 所以呢 他说 他会这样来批判我 比如说来批判我 这个 你这个人 无知 你这个人 讨厌 他会这样 批判我 这样来对待我 别人这样对待我 批判我 因为我知道 怎么样呢 我 他本来就应该这样子 在他的 在他那一面 他的所有的 条件呢 就是造成他 这样对待 他 对待你 一定有他的 因缘条件 所以呢 他说 他 他 在他来 那一面来说 他这样做是对的 所以我们在讲这 慈悲心 升起的时候 是不是讲到说 我们怎么才有 慈悲心 我们就是 总会去想说 他 会这样做 你看起来是离谱啊 很不对啊 但是呢 你要想到说 他这个人 在他有他的家庭背景 他有他的教育的水平 他有他的人生的经验 他有他当时的想法 所以他做这件事情来说 对我们 在我们看起来是应该的 假设我也是跟他一样 在那种条件背景状况之下 我可能也做同样事情 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呢 你的慈悲心就升起来 为什么呢 你就知道说 哎呀 他很值得 我们去帮助他 你就会愿意去帮助他 因为你就假设 他是你 你是他 你是他 那因为在那种条件之下 你产生生气 比如说有些人 忽然对你很不友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听某一个人讲说 那个人一天到晚都在抱怨你呀 说你在说他坏话呀 所以他对你就很不友善 就有一天你跟他坐下有机会可以谈话的话 你就可以问他说你为什么有这种想法 他说你怎么可以在背后骂我 结果你跟他讲说 我在背后讲的那个人不是你呀 是他 当你听到这个谣话以后 你还会不会难过啊 就不难过了 他没有在骂你 他是在骂另外一个人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 有些人讲说 哎呀 陈颖昌就在骂你了 结果呢 乃问了我说 我不是在说他 我是在说他 对不对啊 你就没得气了吗 这个呢 就是在 在讲到说 当别人对你不对劲的时候 你一定要设心处地的 去想一想 他为什么这样做 那如果你想通了 你就会同情他 会去帮助他 那 所以他是对的 我们如果 如果我们认为说他不应该这样子 他应该另外一个样子 那 伤害的是谁呢 是你自己 所以我唯一能够接受 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 接纳嘛 再过来呢 现在刚才是讲 别人啊 对不对啊 现在讲自己 对这个自己呢 很重要 这一段呢 大家要听清楚 对自己怎么看待 你看 他说 我接纳 我有了这样的念头 你我有这样的念头 那我接纳 每一个念头出现呢 他 任他存在 任他就是 念头起来了 起来都已经起来了吧 因为我们这经济法是经常说的吗 如果这个你的阿赖耶士里边一直在放 这个释放你阿赖耶士里边的业种子吗 有善的种子 有恶的种子啊 所以你阿赖耶士因为你的那个善种子 这个意料源啊 起线情啊 所以你都是 都是如你意的 如果二种子起线情呢 都是 都是 不如你意的 那 像这个样子 你到底 这些起线情 你或者起一个念头起来 这念头已经起来 就是你阿赖耶士的 种子已经起线情啊 你没有其他的选择 你只有接纳 所以呢 你就让这个念头起来 起来就起来呗 然后呢 你就知道说 你念头起来很快就消失 不是吗 你只要不去 一直盯着他 念头就消失了 所以他起来 他会消失 你只要保持 觉知 观察 这就是 我们经常讲叫做正念 正知 正知 就是你 觉知 你知道你在起了什么念头 就是正念 然后呢 觉知 起了什么念头 然后你就 什么叫正念呢 就是你要去观察 说你为什么有这个念头 要去观察 我这个念头起来 我应该怎么样去 要去面对它 去处理它 这个就是正念 正知 然后因为我知道 念头本身呢 是无常便义法 对不对啊 每一个念头随时都在改变啊 本无真实的意义啊 以我 如果我不去理它 它会不会起作用 不会起作用啊 都是因为你去理它 它才 它才产生力量啊 OK 所以呢 他说 你就说吧 你就 把定主意说 该来 它一定会来的 该走呢 也会走 因为你的阿赖也是 释放你的夜种子的时候 释放一个丸呢 就换另外一个种子了 然后又换另外一个种子 一直在换啊 所以它该来就来啦 该走就一定会走的 所以呢 如果觉得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念头 就是你说 我的阿赖也是怎么可以把这个二种子给我散发出来 就把他释放出来呢 那 那受伤 你这个 受伤的是谁呢 是你自己啊 阿赖也是还听你的啊 阿赖也是该释放什么 就释放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无际性的东西 所以呢 我们就讲到说 阿赖也是有这个有三种杖嘛 就中间有一个叫做执杖 就是说 它就是有一个功能 就是把你的这夜种子 能长 叫做能长 手长 跟直长 那这能长 手长 就是阿赖也是 就是能长 就是你有什么什么的产生什么念头啦 你做过什么事啦 做过什么 说过什么话 它都把它记录下来 当成种子在阿赖也是里面 然后呢 能长嘛 那手长 就是你这些种子呢 都一直存在你的阿赖也是里面 然后呢 直长的意思说 这个当这个 这个种子 这个 因缘成熟了 它就帮你释放出来 然后就是起现形 就变现出来 人 事 物 让你接触到 所以这个是讲阿赖也是的功能 所以 关你阿赖也是的功能 来释放你种子 你去反抗 你去 你去 这个抱怨 有 对你有没有帮助 没有任何帮助啊 对 都已经念头都醒起来了 你想说 不应该有这种念头 你想这个东西 对事情一点帮助 所以 你只能够接纳 因为 你不接纳的结果 伤害的 就是自己 再过来就是 再讲说 当我接纳 就是我生起了这样的情绪 这就讲我了 他说起了念头 你不要去跟他对抗 然后起了情绪 就是说 当你有感受 就是有苦受 热受 不苦不热受 已经产生了 比如说你一念头起来 已经让你产生很痛苦 那这个就是 苦受起来了 你有了这个受的时候呢 你没有其他选择 我还是要接纳 那每一种情绪的发生呢 就让他发展吧 任他就穿过去 你如果不去理他 不去理他 苦受 不用去 一直足足的苦受 你这苦受就消失了 你不去理他 他就 产生不了作用了 就伤害不了你 所以呢 你任他发展 任他穿过 因为我知道 情绪只是跟进式 产生出的一种发生 他没有好坏 比如说 你今天来上课 来参加共修 那你看着参加共修 你可以接着说 哎呀 两个钟头好痛苦啊 怎么这么长啊 对不对 那你要这样想 你当然就接着 今天来参加共修 好懂耶 对不对啊 那你如果觉得说 哎呀 蛮清静的 今天念佛 我接着念得 好舒服啊 对不对啊 那这个呢 你就已经发生了 就让他发生就好 苦受也好 热受也好 你就不要去 不要再去 强制抓他 那你这样的话呢 你越对抗他 他对你的影响力就越大 所以呢 如果觉得说 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绪 你如果认为啦 不应该有这样的苦啊 热啊 你有这样的认为 伤害是谁呢 你自己嘛 受伤的就是你自己啦 所以我唯一能做就是什么 接纳 我接纳 那我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第三另外一个状况 就是说 我接纳 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接纳 我就是这样的表现 那我表现如何 就认他表现如何就好 我现在 就是这个样子 我就是这个样子 那因为我知道 外在这个样子 都是自我的基建而已 这个呢 我们要解释一下 你大概不了解 就是说 你现在的正报 跟你现在的一报 都是你的过去 就从现在开始 往前的业力的种子 已现起 所以显现出来 你的正报 正报就是你这个身相 你会长成这个样子的啊 长成你 你女人啊 男人啊 老人啊 年轻人啊 这都是你的业种子的一种显现啊 所以呢 你要不要认账 这就讲了 你不认账 痛苦的是谁 你吗 你能够不认账吗 你不认账 我就是不喜欢做女人 你这样对事情来说 有没有帮助 没有认得帮助啊 你都已经是女人了 那你就不要去反抗她 你要接纳 那这个呢 就是多是 你的正报是怎么样 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现在健康状况 你现在长得什么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那谁给你的 没有人给你 是你过去的业种子 成熟啦 一眼成熟啦 这个是现行的 就变成这样 这是正报 再讲一报 你现在的受用 就是你现在 吃得饱吗 穿得暖吗 有个地方可以 自封闭移吗 然后呢 有没有一个交通工具啊 然后你周遭的人 都对你怎么样啊 这个是谁造成的啊 谁害你的 好的是谁给你的 坏的是谁 谁害你的 没有人啊 是你的自己的业种子 碰到阴言 然后呢 没有人可以让你倒霉 没有人可以让你生活很困难 没有人都是你自己的业种子 所以你的一报 你有什么样的生活环境 你会生长在北京 你会生长在洛杉矶 都是你的一报啊 就是你的正报所赶招来的一报 所以你就会在那个地方 你就会碰到那些人 然后就碰到那些事情 比如说有些人说 哎呀这个美国 这个疫情很糟 赶快回台湾或者中国 结果现在美国疫情还不错 所以这个就是一报 你该怎么样的正报 你就会有那个一报 所以一报是随着你的正报来的 所以这样的叫做 都是自我的积淀 就没有人给你好正报 坏正报 也没有人会给你好一报 所以都是你自己业力感受来的 那个叫做自己的积淀 所以说真正的我呢 你真正认识的我应该怎么样 保持正念正知 然后呢随时都用智慧来面对 你所碰到的人事物 这个呢才是真正的自我 如果我觉得应该有另外一个样子 我不应该长这个样子 然后呢 或者说我不应该这样贫穷困苦啊 我应该像比尔格斯一样啊 对不对啊 我应该像马云一样啊 你有这样的想法 那你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知见有问题嘛 那知见有问题 受伤的是谁 是你自己的 就是要告诉你这个道理 所以你没有其他选择 就是要接纳 他再过来就说 我是为了生命在当下体验而来 所以呢 你今天活着 就是来酬长你的业力 酬长你的业力 所以我们来活着 就是天天都在面对你的业种子的变现 这个变现出来的人事物 你天天都在面对你自己阿赖耶事里边的业种子 这个释放出来 然后这个起现行 然后呢你每天就 要处理你碰到的人啊 处理你碰到的事咯 处理你碰到的东西咯 每天都在搞这东西 所以你真正来这里 你要每天都跟你这些 碰到人事物来抗争吗 要不要抗争 不要啊 你就好好的面对他 处理他 放下他 所以这个呢 就是要强调 说一个人 所以呢 我这里就讲到说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随时保持正念 正知 就是觉知 知道我现在碰到什么人 什么事 知道 就是正知 那正念 就是我应该保持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集中 就是你该怎么样 就怎么样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一个 有一个正确的 这个人生观 那 所以呢 我们只能够希望呢 经常保持在 处 而不超过 受 这个受起来就比较困难一点 刚才讲到说处 处就是 当你看到东西 你把你的注意力 放进去了 这叫做处 所以你有 我们不是讲说 似而不见吗 对不对 你看是看到了 但是没有印象 因为你没有把你的 注意力放进去 所以你把你的注意力 放进去看 把你的注意力 放到听 把你的注意力 放到闻 那它就产生处 就是 眼处 耳处 然后鼻处 就是处 所以呢 我们能够保持在处 然后呢 最好 能够停留在处 就知道了就好 叫做觉知 你知道就好 我闻到什么味道 知道就好 不要 然后呢 你再过来 第二步呢 就是瘦 瘦的时候 你有闻到 有苦瘦 哎 好臭 你就觉得很苦 你听到一句话 你觉得很 很不喜欢听 这就是瘦 所以最好 所以我们停留在 修行停留在什么呢 促 最好 知道就好 第二个呢 进一步 就是有苦瘦 有热瘦 有不苦不热瘦了 你停留在这里 也可以 但是大家都知道 促 瘦 然后呢 然后你就为什么 如果你超过了瘦 你就讲到 我不应该有这苦 我一定要反抗 我一定要 一定要抗争 那你这个就产生 叫做促瘦 就会产生什么 爱 产生爱 爱包括恨 爱包括恨 爱恨 有了爱恨 你就会去 取 你就会去 有所对应 有所动作 然后去造业 然后呢 爱取 就会有 就是造作 将来会再去 受苦的那个叶种子 造作叶种子 所以爱取有 所以只要 只要落到爱了 我们大概 挽救的机会 就不多了 因为你有爱 就会有取 有了取 就会去造业 就会有叶种子 又丢回去你的 阿赖 在教室里边 我知道 有人在讲话 我知道 我 自己来这里经 你都知道 这样出 没有问题 可是呢 你有 你产生苦乐 受的时候 就不太好 但是呢 不太好 你在这里停着 不要让他产生爱恨 那 你还有救 可是产生爱恨了以后 大概就不太有救 所以我们修行停留在什么最好处最好 知道就好 所以我们就经常讲说 能够让他怎么样 让看只是看 看只是看 然后听只是听 你知道就好 不要马上就掉进去 所以我们就讲说 这个什么叫做正知 就是你知道就好 但是呢 你不要掉进去 掉进去的时候 你马上 你的心呢 就参与这个战斗了 就是你要去直取 或者你要去排斥 你产生这些东西 那你的苦就在后面 这样 好